HELLO 各位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奥迪曲奥迪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呢 样手们卖法兰玩具系列 DC Motiverse 那这一支也是 蛮新的很特别的 J. Garrick 闪电侠 可以看一下他盒装的正面 我当初被这一支吸引啊 其实我没有特别在受闪电侠啦 但当初会被这一支吸引 就是因为他的颜色 配色实在太鲜艳了 就是你一看就会 就不知道什么就会很喜欢他啦 虽然他造型我真的还好 然后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背面也是一个漫画的图片 就是一个非常复古的闪电侠 那这支闪电侠除了他的颜色丰富之外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他应该算是第一任闪电侠 就是闪电侠始祖啦 最早出现一个版本的闪电侠这样子 而且这一支颜色真的太特别了 单看他的颜色就是会很开心 所以又有把它就是收藏起来 我觉得如果硬要选一支啦 这一支的版本我会比较喜欢 因为他的那个颜色是比较 看起来比较 怎么讲比较亲切比较复古一点 而且就是很跳的颜色 主要就是他的颜色 非常的吸引人 好 那我们就赶紧来开箱吧 闪电侠 好的 那我们一样给各位初步看一下 他的这个颜色 角色本体非常的鲜艳 这个颜色其实整个 看了心情很舒服啊 很喜欢他这一支的配色 好的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细节如何吧 就是一个非常old school 版本的闪电侠 那我们可以给各位先看一下 他一样是一个简单的底座 刚在他脚下放旁边 一样是有这个 卖法人的trading card 就是交易卡 那他的正面就是一个 很复古的一个漫画造型 你可以满满的感受到他的古老的味道 那个画风整个都不一样 后面就是一个角色的介绍 好 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这一支 他的配件目前都是被我装上去了 因为刚刚就直接把它卡着 整个全配的感觉就是这些 他的元素 他的那个叫什么 神速力在他旁边的那个特效 我新的闪电侠都喜欢用这种 卡榫的 就是直接卡上去的这种构造 那我们一样先从他的头部开始 头部的下低 下低 幅度没有太多 那上台 上台有一点点 他这支头部幅度没有很大 然后侧转也是一点点的小幅度 360度 然后手臂的平举 180度 旋转关节向上 整支太高手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手摸手 这支的 灵活度很好 因为他的肩膀处没有做任何 其他的衣服 遮挡 然后来到手部的二头肌旋转 肘关节 双关节 可以做一些很奇怪的姿势 都没问题 肘腕处的活动 也是标准的球形 就是各个角度的凹折 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他有附赠两个 这个在跑步的手掌 而且我觉得很喜欢的是他这个 手掌处的这个下面的位置啊 为了衔接他的衣服 他是有那种手套的结构 整个跟他的衣服 你换上去之后 那个衣服的连贯性就会很好啦 那他主要有附一个这个小手掌 左右手都各有一支 我觉得还不错 先把手掌换上好了 我觉得这一支的 整体的感觉比较适合 用手掌 其实看起来比较酷啦 就是有 比较有那种在跑步的感觉嘛 对啊你看 装上手掌的感觉 整个完全又不一样 看起来比较 有在跑步的感觉 然后来到我们的 腹部 胸部 上胸 上胸的 倾斜 幅度还不错 重点是他里面的图腾 一样是有延展的 所以不用担心说 他的那个 胸部上扬的时候 会露出他的那个中间间隔 我觉得这还好 现在麦法人这边都做得不错 侧边转 这支的灵活度很够啊 整个那个 侧身的幅度都有 上胸的360度 膜问题 下腹 360度 也是稳稳的 脚部的平举 像前台的幅度 也是可以非常大幅度的前批 然后脚部的双关节 双关节顶到屁股没有问题 脚踝 360度 活动幅度非常的大 很灵活啊没有遮挡 然后麦法人的小脚尖 好 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这一支的细节 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出来 他这个脸的地方啊 有点腮红的感觉 看起来很红润 非常健康的一支 闪电侠 标志性的这个碗弓头 再加上一个闪电在上面 这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IP 很经典的一个角色形象 然后这一支的整个肌肉纹理 它中间就有一个大大的闪电 然后这个整个素体的那个 就很好可以看到那个角色的 最原始的线条 包含它这个背肌啊 这整个给人家的感觉 我觉得这都很好 然后这个手部有没有 就是都有做这种 不管你是用手掌的还是拳头的 它这个衔接处就有这个手套 所以你装上去的时候 感觉就有那种一体延伸 延伸过来一整体的感觉 然后来到它这个 简略的腰带跟它这个裤子 整个非常素啊这一支 那裤子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些 一点点的细节 就像这种皱褶有没有 看起来不是很健康的气概 皱皱的 靴子这边也不错 麦法兰有几支就很偷懒 它靴子这边就直接用颜色 就直接画那个喷漆或那个上色 直接把它画一个靴子上去 但这个啊就有做这种分层那个层次 我觉得这个就会提升它角色整个细致 读细节啦 包含这个 靴子上面的这个 小翅膀 那现在这种麦法兰的这种 关节处啊 其实都做得很好 看起来就是 很有一体的感觉啦 蛮喜欢的 好啦那这一支就是我们的闪电侠啊 我觉得这一支真的真的真的出了 它的整个造型之外啦 它是我目前觉得麦法兰出的说系列里面 如果你对闪电侠有一点点兴趣的啊 除了它最经典的那个 就就蛮早一波开始卖的那个形象 或者就几个电影版的形象可以卖之外 我个人真的蛮推这一支的啦 因为这一支除了它是一个 代表闪电侠的玩具 更重要的是它的整个角色造型 就是很复古很old school的感觉 而且它跟其他玩具摆起来也不会太有违和感 我可以预想的到啦 这支你给它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你如果以后在那种很很复古的那种炒完点 没事炒完点一定会看到它的综艺 因为它这个颜色就很适合在 五年十年之后 或甚至十几二十年之后 它放在那个架上你一定会注意到它 因为它这个颜色的配色真的是太鲜明太火了 不要说造型 造型你可能看一开始看就很奇怪 但其实它就很耐看 它看久了就会很喜欢它 然后更重要是它的这一次的颜色 就我不知道我这样拍准不准 但它这个颜色 你也可以去官网上找它的图片 它这个颜色就非常的让人家目不转睛 看了就很舒服 因为尤其是那种软胶玩具 很多都是那种颜色你看了心情就很好 我觉得怎么讲 玩具的颜色 你其实看了就会 就会爱上 然后放在那边每天都心情很好 我觉得这一支算是有这种效果吧 我蛮喜欢的 所以才会买它 一把抓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这个神速力的造型 就是大概这样子 也是还不错啦 你看它这一支这样 还有附一大只这种零件 那如果觉得你的角色太单调的话 还可以加一些这种零件 有没有就是它的神速力 现在麦法然都喜欢出神殿下 后面都是有这一种的 好的那这就是本次的开箱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我会定期不定期的 跟各位分享有关麦法然最新的预购 或者就是其他玩具的开箱 那希望各位喜欢 我们下次见